好 那麼其實我們現在啊 事實上 這個隨著我們現在影音的這個 就是頻寬啊 已經怎麼樣 是比較 越來越方便了對不對 頻寬越來越大 雖然教育部的 真的不夠用了 一般來講在教育部 學校學術網路 說真的上 尤其像這種影音的傳輸 像我或者像Google的啦 YouTube啦 真的現在有稍微比較慢一點 因為太多人現在在用 可是 因為現在有太多的影片 之類的 就是這些東西 可能老師在上課也好 生活上也好 都有機會用到 那怎麼樣把它 找到之後 你可以做收藏 也可以把它下載 因為尤其是有時候 如果網路比較慢 你要在那邊等 是不是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很多時候 也許老師你會選擇 就是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不管怎麼樣 這些東西 可能老師 需要具備的 除了抓以外 還有需要很要簡介 因為 有些時候可能在你片面 你只有要其中一部分 對不對 那你每次都要記得 第幾部分 第幾部分 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到底怎麼樣來做 可以 幫助老師 可以把這個部分處理好 首先 第一個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 你的影片 你想要用在哪裡 老師有講過 你的影片 你想要用在哪裡 最常見的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會下載 來保存下來對不對 那這個影片的來源 可能來自哪裡 可能來自網路的 也有可能你自己買的 老師有沒有自己 教材沒有買過那個 有光碟的 有 因為現在反正 那個 那個什麼 學校的 或者是像 我們學校都要用哪個版本 是康軒的 還是 都有嘛 都混搭了 反正他們也有準備很多東西 那 這些東西 甚至有些時候 老師可能你是用租的對不對 去那個外面的 那個出租店 或者甚至像圖書館 譬如說那個 台中 現在叫做 國家圖 國立 台中 數位主書館對不對 在那裡租的 甚至你是從 智慧型手機拍下來的 或平板 或DV 直接拍下來的 這都有可能 那 這裡面呢 因為現在來源太多 所以老師你除了說 直接把它 Copy event 下載回來 甚至 我們現在常常會遇到另外一個情景 就是 我拿到這條電腦不能播 比如說 你看老師 您 最常見的 用手機錄影 請問手機錄影 而是 是什麼 反正都在手機上看 不用管它 因為那個叫3GP 好3GP 可是這個可能是 你在電腦上就沒辦法直接播 明天就沒辦法直接播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想辦法 讓它能夠播 所以 這個 你可能就需要轉檔的一個需求 把它轉換成一般電腦可以播的 或者說 我一般電腦 可以播的 我要拿到什麼 手機或平板上 可能上課在戶外 就可以直接 打開用的 甚至 有另外一種需求是 比如說 老師可能 有一首MV 音樂的影片 可是你只是要拿那個 MV3出來 對不對 這個轉檔也需要 但是拿出來 還會有第二個問題 我拿了A手 又拿了第二手 請問 每一段影片的那個 聲音大小聲有沒有一樣 你如果 常常做這件事情的 假設你是放在車子上聽的 你也發現一件事情 那邊那條比較大聲 那邊那條比較小而已 所以我們裡面還有一個小團體 要幫大家 怎麼樣 把聲音統一一下 才不會一下大聲一下小聲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 洪老師出作文題目給我 我就要先想一下 要用在哪裡 這樣才有辦法去講我們這些東西 對不對 再來其實 事實上 應該是 我們這個課程主要的 就是要剪接 以一般來講 現在 所謂的 自由軟體 真的在剪接 這一塊 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 大家 老師可能比較常聽到的 這種剪接軟體 大致上就主要是兩個 一個叫 叫惠森惠儀 叫做威力導演 對不對 主要是這樣 那這兩個都是付費的 當然以現在的趨勢來講 因為惠森惠儀被那個Core Core中那家公司併購之後 好像現在稍微比較弱一點點 威力導演最近 這幾年比較勤勞 所以 它的範本也比較多 所以好像 幼的也開始多 比惠森惠儀再多一些了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今天介紹的 是另外一個免費軟體 它主要是做數位教材用 但是用在剪接 也是很好用 而且它的使用習慣 跟老師在用一個東西很像 叫做 PowerPoint 就是一張一張的 一張 實在這樣 投影片這樣 所以 其實您在做剪接 你會發現應該是蠻容易的 最後就是製作教材 其實 有些時候老師除了 上課 我做這張影片 自然你可以把教材整合在一起 像一般我在學校 我們那個數位學平台 我們就是 所有上課錄影 教材 作業 通通都在上面 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是 老師 你可能會需要用到的 這個地方 那現在了解這樣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喔 好 來看一下 影片到底怎麼下載 來 影片到底怎麼下載 來 這一段我先